天災的无情 地震的无法预估 在亚安的这场大地震 看到整个保兴县 全部都以为平地了 而在这样大的灾难当中 人性的光芒 人性的光辉就马上的显露出来 我们来看看 这在地震当中 有多多少少让人感到心酸的例子 黄敏忠 保兴县林关镇的村民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正在菜市场 结果天摇地动 方船全倒了 他从菜市场跑回家 为什么 因为他的儿子睡在哪里 他儿子睡在几楼 睡在三楼 你知道其实乡下那个地方 跟我们台湾乡下也很像 就是说都是透天的 他儿子睡在三楼 结果一回到家 这个不要说家了 房子都没了 全部都是平地了 隔壁五楼透天室 我压在他们家那个砖瓦上面 好怎么办呢 但是黄忠敏这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说 我不相信我儿子死了 他就凭这个信念 他就开始叫 黄孝 黄孝 儿子叫黄孝 十岁大而已 就开始挖挖挖 那种 他说那种好像是父性跟母性 天然自然而来的力量 让他不断地挖 他只有一个想法 我不可能就这样没了儿子 所以他自己这样挖挖挖到 十肢指头都流血 关节都快断了 结果旁边邻居看到 因为邻居也很惨啊 对不对 他说哎呀 你不要这么激动嘛 我们一帮你 我们陪你对不对 就大家五个 十个 五十个 你知道最后多少 来了多少 来了一百个邻居 一起帮他挖 街坊邻居全都来帮忙 全都出动了 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想 我们这一百个人 在这么大的废墟里面 这样挖不是办法嘛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去看看找一找 有没有挖土机来 黄敏忠当时就想说 不行 我儿子要是活着的话 你那个挖土机一挖下去 那他不是伤得更重吗 就好 大家都听他建议 继续 大家就徒手 真的徒手 这样挖 结果总共整整 花了六个钟头 突然他一直叫黄孝 黄孝一直叫他儿子名字 对不对 真的听到 突然说 爸爸 我这儿呢 真的有声音了 你知道吗 哇 那个真的是喜出望外 继续挖 结果 真的把它给抱起来的时候 全身贪软 满脸都是灰尘 血迹 但是他还能说话 所以说 那个时候 黄敏忠就觉得说 我儿子有救了 我儿子有救了 我一定要赶快送他去医院 结果 话才刚讲完 大家就在想 这什么送医院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送医院要有车 你有车也没有用 路都断了 没有路 山都崩了 房子都倒了 他像发了风一样 不管 来 拿布袋 木条 他们也没有单价 对 自己做了检疫单价 叫上三个亲戚 就上路 走 陪我送 没有办法开车 走了20公里 最近的医院在庐山 就县城在庐山 对不对 距离30公里 30公里 那快从台北走到桃园 就是从台北走到桃园 走了30 要准备 心里有数 走30公里 但他们走到20公里的 这一段过程之中 那个30 不断有余症 一直掉下来 他们都一直闪 一直闭 差点没被砸中 后来走了20公里 终于遇到有五个民工 你们真的太伟大了 下来帮忙 九个人一起 再走了十公里 帮他抬到了 终于抬到了庐山 结果一到庐山 傻眼 庐山县城也全都毁了 干板没有医院 你怎么办 不过好不容易 这个时候有车了 也有路了 灾情没有那么惨重 所以说从这个 中邻村到庐山 然后再坐车到亚安 可是到了亚安的人民医院 发现他们的急救能量不够 再到哪里 再到成都的医院去 总共你知道吗 这一趟路跑了200公里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说大家在想说 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 尤其你的至亲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救他还是要带命运天命的安排 这个黄敏忠他完完全全就是发挥他有志者 施敬城他相信他一定能够救回他儿子 看看父爱的伟大 父亲在这大地震发生之后 为了一定要找到儿子 徒手挖了六个多小时之后后送的距离达到200公里 看看黄宗敏赴此这样的情感 但是在这灾区当中患难兼真情 因为许许多多的人的伤亡之下 其实还有许多的感人故事 是立刚人真的遇到自己的亲人陷入危难的时候 真的会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来 像当天在庐山县返敏路64号 这边住了杨玉荣一家人 他跟他儿子儿媳妇 然后小孙子住在一起 然后他们当时那天早上凌晨 因为杨玉荣他那天刚好白预计要去买那个 他灌溉玉米用的化肥 所以起得特别早 他既然早上起来没事就帮小孙子换衣服 换衣服换到一半 突然就开始地洞山摇 整个房子都开始摇晃起来 然后他吓到赶快把孙子抱着 然后一边大喊说地震的地震的 大家赶快跑 大家赶快跑 一边冲下楼去 他这种人在二楼 冲到楼下去的时候 看到他的女儿儿媳妇都在那边 然后他想那我儿子呢 然后就他儿媳妇坐着已经吓得半死 就哭说他好像在二楼上厕所 然后这时候你知道吗 他完全没有去管他那个时候 房子一直在塌陷 他马上把孙子交给他儿媳妇 然后就掉头就往回冲 冲到二楼去 他冲到二楼去的时候 一开始完全看不到人 他就看到一大堆断岩残壁这样子 然后突然就到处找非常急非常急 然后这时候还不断有小的落石 这样一直砸下来 然后地上一直摇晃 然后突然他在一个大概 十公分大的一个缝隙里头 发现盒子居然被压在下面 然后你知道压在他上面是一个重大 将近一百公斤重的水泥板 你知道 你想想看一百多公斤重的水泥板 压在那边他怎么逃 一个妇人不可能搬得动 一个妇人他的体型又不是特别高大 对 他怎么搬得动 而且那时候还在地震 是啊 所以他儿子自己就说 妈你不要赶我 你自己赶快先跑 自己赶快先跑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讲话的时候 从三楼这边塌下来的水泥板 就直接扎到他们身边 还好幸亏没有扎到他们两个 然后这时候姚依荣也不听儿子的劝 你知道吗 他开始用力去推那个一百公斤重的水泥板 你知道 居然一下子被他推了四十公分出来 然后就露出一个四十公分的洞 他就把他儿子这样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 拇指两根就冲下楼去 就让他儿子侥幸能够生还 然后他送到廬山医院的时候 他儿子腰部 头部 全身都是伤 然后他就 人家就问他说 你妈妈怎么这么厉害 你一百公斤重的这个板子都拿得动 所以他说 其实我妈平常根本也不做出众的活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勇气 他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 因为他妈妈的母爱太伟大 所以为了他不顾一切 实际上杨育荣自己后来才发觉自己 腰部好像也痛 好像很多地方也受伤 可是当时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其实当然这个在科学上是有解释 这不是什么奇迹 而是一个自然现象 就是你的 人的肾上腺素发作 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的肾上腺素一飙升 你就会产生很强大的力量 让你这个时候 你第一个力量增大 第二个不怕疼痛 你就可以去做很多超乎想象的事情 那其实归根结底 还是他母爱的伟大 才造成了这样一个奇迹 在这危难的当时 看到每个人的肾上借树一激发 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情 都可能会成真了 但是在这大难发生之时 全世界各国的救难队 都马上要溯源做火速救援的行动 可是中国大陆却拒绝了日本的救难队 中国大陆跟2008年汶川一样 他为什么他要很快的时间他先拒绝 然后他再同意让你进来 因为这次的政养也是中国大陆的核心机密的所在地 叫做核武重镇 我们先来看 好 这一次他亚安的整个地震 我们看到就是乐山这个地方 乐山各位晓不晓得 这个地方他有四个宝贝 什么宝贝 核子动力潜艰 是在这边生产的 第二个 他又有一个重水厂 然后第三个 整个的核武的化验也在乐山 然后第四个 第四个 中国大陆高温冷核 如果能够解决核子潜艰动力的问题的话 高温冷核未来会装在093 094 那换句话说 乐山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 那在这次震灾 他会不会有辐射剂量出来 我们都不敢讲 那中国大陆就必须要撤 所以他是清淡 重水厂094 还有一个高温冷核 除了乐山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绵羊 绵羊广源乐山 这个山脚地带 是中国大陆的核三角 叫做核能三角 上次是绵羊 这一次是乐山 我们刚刚讲过的乐山 现在讲绵羊 各位晓不晓得绵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除了两弹一星的基地以外 那更重要它还有一箭三星 一箭三星 那个一个卫星 一支火箭可以发射好三个卫星 带三个卫星上去 叫做一箭三星 那这个地方之所以敏感是主要中国大陆的核弹 飞弹 导弹 氢弹 东方卫星 通通是在这个地方生产 况且这个地方它还生产了核武的原料叫做布 那这个布是可以做核子弹 好 除了绵羊以外 各位还有一个 或许大家全部都忽略掉了 就是绵羊也好 乐山也好 还有一个广源这三个地方 它掌握了中国大陆58座飞弹发射基地 如果这三个地方都停顿的话 那对不起 你58座的飞弹基地完全失效 所以这个地方重要就是在于 它的核心机密又是核武重镇 又是核心机密 此外我们从亚安跟成都比一比 现在的成都它是一个造中国四代半战机的重镇 成都有一个飞机场叫做陈飞 它曾经生产了叫做歼10战机 然后中国第一架的引擎战斗机就是歼20就在成都生产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既是它航空电力还有核武卫星的发展重镇 如果我第一时间我开放救援的话 这些机密的资料让你掌握的话 对中国大陆来讲是难以承受之重 不而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次的亚安地震 那大家为什么都要进去救援 很简单 因为这些地方中年云雾缭绕 卫星根本造不到 况且它又有山洞 它又有地下的核武实验室 所以你要掌握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核武的信息的话 就可以趁灾变进入这些区域去收集你应该要的资料 各个国家积极地想要到灾区去救援 但是原来这灾区附近可是藏有许许多多 不能告人之秘密 但影集殷尸录你有没有看过 你看到殷尸录这个场景 头被聚下来还能够动吗 但是在这世界上真的有殷尸录哦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